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要想使用html5的converse进行绘制 那么首先我们要在html页面上创建一个converse的画布 那么创建的方法呢是使用converse的这样一个标签 那么对于converse这个画布的创建 如果有不熟悉或者是遗忘的同学 希望大家可以回顾上一课的2-1这一小节 创建converse在里面我详细的介绍了创建converse画布的所有的注意事项 在这一节里呢就不再赘述了 在html文件中创建好converse标签后 紧接着在js的层面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converse变量 使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方法得到这个converse变量 之后使用converse的getContextRD这样一个方法 获得converse的2D的一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context那么在上一次课程里我们也说过 converse绘图的所有的接口实际上都是使用context这个上下文的环境所提供的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converse绘图主要指的是2D的绘图 那么以后我们有机会还会专门的向大家介绍3D的绘图 那么3D的绘图和2D的绘图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个课程里大家在getContext这个函数的参数中只需要传入2D这样一个字符串 就可以使用后续介绍的所有的converse的接口了 我们上一次课程介绍converse绘图是从画一条直线开始 那么我们这次课程依然是从画一条直线开始 并且由此拓展向大家展示converse的更多的接口 那么这里就是简单的画一个直线的程序 我们首先需要调用move2 可以想象有一只虚拟的笔尖首先放在了100100这个位置 之后调用line2相当于笔尖滑到了700700这个位置 但是在这里头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一个概念 converse的绘图是基于状态的绘制 那么在这里头的move2和line2相当于设置的状态 也就是告诉converse我们将要绘制一个从100100到700700的直线 但是没有真正的绘制 如果想真正的绘制的话 需要调用一次绘制的函数 那么对于绘制线条来说就需要调用stroke这个函数 那么这些内容我们上一节课都讲过 我们非常快的来浏览一遍具体的代码 那么在这里我首先创建了converse的标签 声明了它的id 同时对于converse标签可以像浏览器的其他元素一样 使用style来创建它的样式 那么之后在javascript的代码里头 我在unload的这个函数里头进行具体的绘制 那具体的绘制 首先我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 创建了converse这个变量 之后声明了converse的宽和高 之后使用converse.getContextRD 取到了context的这个上下文的环境 然后我使用moo2和line2指定需要绘制这样的一条直线 使用stroke具体绘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绘制代码的结果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一条从100100到700700的直线就画出来了 那么既然converse是基于状态的一个绘图环境 那么对于直线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设置呢 这里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两个最为基本的状态 第一个状态叫做line width 它是指定一条直线的宽度 第二个状态呢是stroke style 它呢是来指定线条的样式 在这里我们介绍线条的样式主要是指线条的颜色 对于这个样式的其他用法 我们在后续的小节还会再做介绍 在这里头大家要注意一下 无论是line width还是stroke style这样的状态 都是使用context进行设置的 而不是对这个线条进行设置的 这也说明了converse的绘制不是一个基于对象的绘制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创建一个线条的对象之后 针对这一个具体的线条来设置它的各项属性 converse是一个基于状态的绘制环境 我们对于converse这个画布的整体设置了具体属性之后 最后来进行绘制 那么这种特殊的绘制方式呢 可能会在大家初学的时候 在具体的使用的时候陷入很多的陷阱 我们在之后的讲解 对于其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 也会详细阐述的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 大家在使用converse进行绘制的时候 一定要牢记converse是基于状态进行绘制的 我们简单的实验一下这两个状态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代码中 我加入了这两行line width和stroke style的状态 看看这个结果 这样的一条直线 它的宽度是10个像素 同时是一种蓝色 下面我们就从这样一个简单的线条出发 看看如何来绘制更加复杂的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